在2014年的某一天 有一隻牧羊犬無緣無故向著一對正在散捕的夫妻亂肥 他們覺得十分奇怪 因為他們感覺到牧羊犬 想向他們表達一些事情一樣 果然這一對夫妻跟隨著牧羊犬的步伐 竟然是找到牧羊犬的主人 一位14歲的年輕少女 而這一位少女衣衫不整 躺在一個雜草蟲身的坑渠旁邊 明顯已經失去生命的氣息 一石擊起千蟲浪 晚上原本寧靜的小鎮立即圈鬧起來 那究竟是哪個打破這個小鎮多年以來的寧靜呢? 以下下來我們就回到2014年 帶大家重新去整理一下這件事件的細節 阿瑪達是美國密斯根州馬克武縣的一個農業小鎮 距離曾風光無限的汽車城底特律大約60公里 2010年人口普查時 這個小鎮人口只有1730人左右 住在裡面的人大家都互相認識 所以小鎮裡面的治安自然好得無比 而當地的警局也不算太大 只有兩名全職警員 以及十名兼職警員 然後就有幾輛警車 小鎮邊緣有一條長達38公里 綠樹成蔭的臨間小道 是裡面小鎮居民平日休閒散步 以及踩單車的好地方 2014年7月24日 晚上8點半左右 一對夫妻正在這條臨間小道裡散步 忽然有一隻帶著狗繩的牧羊犬 從叢林裡跳出來 然後向著牠們亂吠 這對夫婦環顧四周都見不到這狗的主人 牠們跟隨著牧羊犬來到一個雜草蟲身的坑渠旁邊 就見到一位年輕女孩子 衣衫不整毫無生命氣息地躺在旁邊 兩夫婦見到大吃一驚隨即報警 警局收到報案 很快就安排所有警員以及警車來到案發現場 而現場也聚集了不少圍觀的居民 當地警方十分重視這件案件 立即聯絡密斯根州警察局的探員前來幫忙 警方初步勘察現場後 發現遇害的女孩子衣服被撕破 上身衣服被扯到腰間 短褲和內衣被拉到腳踭的部位 所以這位女孩子很可能遭受到暴力侵犯 她的前胸和背部有多處傷痕 警方推測被兇手多次用腳踐踏而造成 而女孩子所穿著的白鞋就散落在附近 不久女孩子的媽媽尖離佛 來到警局營靈為體 她向警方表示 她的女兒艾普爾是出門放狗的時候失蹤的 警方為了不引起居民的恐慌 於是組織了調查組 很低調地展開了調查 艾普爾14歲 剛剛初中畢業 當假期結束後就準備上高中 她是一個非常善良而且愛笑的女孩 她每天都會帶著自己的寵物狗 一隻名叫佩尼的牧羊犬 去小鎮周邊的臨間小道散步 她媽媽尖離佛表示 當日她和平時一樣 大約傍晚6時左右 女兒就帶著牧羊犬出門 臨出門的時候 她還笑著和自己打了個招呼 而通常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她就會回到家 但是出事的那一天直到晚上8點 都未見到她回到來 無論是信息或電話都聯絡不到 後來女兒的男朋友匆忙跑過來 她男朋友向尖離佛表示 大約一個多小時前 收到一個由艾普爾發過來的短訊 信息內容中說 我想我差一點就被綁架 尖離佛一邊哭一邊說 情緒接近崩潰 她說艾普爾是她唯一的孩子 她實在無法相信艾普爾已經離開了世界 警方由尖離佛的證供裡知道 艾普爾離開家時戴著手機 揹著一個黑色的背包 但這些物品在現場並無找到 艾普爾的男朋友名叫奧斯丁 她收到短訊的時間是當晚6時28分 奧斯丁表示當時正在吃飯 所以沒有看到信息 但是當看到信息時 已經是一個多小時後的事 而經過警方的調查 奧斯丁並沒有說謊 她當時的確是和朋友一起在吃飯 並沒有離開過 所以可以排除嫌疑 這一個小鎮已經41年沒有發生過任何命案 鎮上的居民都在討論這件事 而幾天的時間 警方陸續收到600多條線索 聯邦調查局以及警察局等部門 派出了接近8人前來協助 很快就排查出一些重要的線索 警犬在距離案發現場1.6公里以外 一間房屋附近的叢林裡 發現到艾普爾的電話 但是要將電話裡的數據分析出來 還需要一些時間 另外又有4名目擊者 都說看到一個騎著電單車的男人 第一位目擊者表示 按發當天大約6點多 他在林間小道上散步時 看到一個頭戴黑色頭盔的男人 駕駛著一輛藍白雙間的電單車出現在小道上 由於這條小道禁止電單車行駛 所以這位目擊者對這件事印象特別深刻 第二位目擊者表示 他本身認識艾普爾 在當晚6點25分左右 他在小道上看到帶著牧羊犬的艾普爾 而他的身邊就緊緊跟隨著一個 駕駛著藍白雙間電單車的男人 而當時他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狀況 但是大約25分鐘後 他走回頭時就再沒有見到艾普爾 以及那一個駕駛著電單車的男人 第三位目擊者表示 案發當晚大約6點半左右 看到一個駕駛著電單車的男人 在路邊和一個十多歲 牽著牧羊犬的小女孩在說話 他們兩個人之間似乎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駕駛著電單車的男人很明顯很憤怒 兩個人在道路上拉拉扯扯 他望多了兩眼後也沒有太在意 第四位目擊者表示 他當時在小道上看到一輛藍白雙間的電單車停在路邊 然後又在草叢中看到一位白人男性 大約三十多歲 身穿白色運動衣 以及灰色的迷彩褲 中等身材 一頭啡色的頭髮 這位目擊者還跟這位男士對視了一眼 而他覺得這位白人男性 似乎有一些驚慌失措 在幾位目擊者裡都提及到一位駕駛電單車的男人 於是警方就根據著他們的回憶 繪製了一張該名男子的模擬畫像 而在另一邊艾普爾的電話資料分析 也都將這件案件的真相逐步浮出 艾普爾的電話上有一款健身軟件 他在艾普爾遇害後一直在運行 而通常這一類軟件會記錄著運動的軌跡 時間 里程 以及消耗熱量等等 專家就通過健身軟件提供的資料 繪製出一張案發當晚艾普爾的運動路徑 由路徑來看 艾普爾大約6時左右出門 步速平穩 以每小時6公里左右的速度在行走 而在6時28分前 艾普爾很可能遇到一個令他害怕的人 因為當艾普爾認為危險解除後 就向男朋友發了一條信息 裡面的內容就是表示 我想我差一點就被綁架 而之後艾普爾的步速變快 開始前往家的方向行走 但過了不久就突然改變了路線 離開了散步的林間小道 而轉入了路邊的叢林裡 在接下來的15分鐘時間裡 艾普爾在雜草重新的樹林中荒不摘路 應該就是被兇手追捕當中 又或者是艾普爾已經遇害 而他就被犯案的人拖行 形成了一個重複來回 雜亂無章的運動軌跡 而這一段期間艾普爾的電話 曾經有三次打出的記錄 但很可惜都未能成功接通到 經過法醫檢驗報告顯示 艾普爾離開的原因是頭部受創 被人用腳踩著頸部窒息而離開 全身上下總共有48處傷痕 而身體並沒有被侵犯過 而左邊額頭的傷勢 應該就是被兇手用寵物襲擊 而前胸、後背以及面上的多處傷痕 都是被兇手用腳出力踐踏而造成 移空作案後 拿走了艾普爾的背包和手機 然後迅速逃離現場 時間在6時44分左右 艾普爾的手機就以每小時35公里的速度移動 所以當時應該是兇手拿了手機 然後坐上電單車離開 最後艾普爾的手機被丟棄在距離現場 1.6公里以外的樹林裡 而兇手穿過小鎮裡的其中一條街道上 就被一個監控攝像頭拍攝到 時間顯示6時49分 有一個戴著黑色頭盔駕駛著藍白雙間電單車的人 曾經經過這一個監控錄像 而這一個時間點 正好就與艾普爾的手機 經過這一個地方的時間相吻合 所以時間證據以及監控錄像顯示出 這位握著藍白雙間電單車的人就是兇手 由時間、電單車的型號、衣著的裝束上看來 警方認定這位駕駛電單車的人 和以上幾位目擊者所看到的是同一個人 而俗語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位警員在諾班回家的路途上 正好就看到一架藍白雙間的電單車在路邊 而出於職業的習慣 這位警員拍下照 寄下車牌號碼 然後趕回警局匯報了這情況 警方通過調查後 發現車主名叫詹姆斯 年齡32歲 她的職業主要是販賣違禁物品 現時與父母居住在一起 曾經有一位17歲的女朋友 有一位兒子 並且曾經在2006年的時候 被指控沒有支付善養費 當警方來到詹姆斯的家 詹姆斯熱情接待了上門的警員 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向警方交代 艾普爾遇害當晚她的所有行蹤 詹姆斯表示那天晚上5時左右 她由家駕車出發 去到住在亞馬達哥哥的家裡 去到的時間大約是6時 而之後一直都在哥哥的家裡 等待到晚上8時才離開 而中途並沒有離開過 晚上大約8時40分左右回到自己的家裡 然後就梳洗上床睡覺 警員詢問詹姆斯 你那天穿了什麼鞋 然後詹姆斯馬上就拿出一雙白色運動鞋 詹姆斯的高度配合 令到來到的警員覺得十分怪異 第二天警員再次來到詹姆斯的家裡 想叫詹姆斯簽署一份保證協議書 用來證明詹姆斯之前所說的證供都是屬實 但沒想到這次詹姆斯態度大變 學令警方離開 拒絕配合警方的任何調查 於是警方立即加強對詹姆斯的查探 然後就發現到 根據詹姆斯之前所說的不在場證據 根本完全不成立 在案發現場附近一個加油站的監控錄像 在晚上6點多時拍到他的身影 而根據手機的記錄 他是晚上7點多後才去到他的哥哥家 並不是他所說的6點 而且詹姆斯的樣貌和目擊證人所提供嫌疑人的畫像 極為相似 於是警方立即申請搜查令 他們在詹姆斯混亂的家裡 找到一個出奇地乾淨的黑色電單車頭盔 後來警方經過對比艾普爾頭上的傷勢 與詹姆斯這個頭盔上的紋路互相配合 但頭盔上就沒有發現到艾普爾的DNA 而奇怪的是竟然也沒有找到詹姆斯的DNA 這樣顯然這個頭盔就是被特別地處理過 警方在這次的搜查雖然沒有找到關鍵證據 但就意外發現到 詹姆斯在家裡種植了很多遺禁物品 於是警方就以擁有遺禁物的罪名 將詹姆斯和他的父親一起逮捕 詹姆斯被拘捕後 他的女朋友克里斯丁隻身來到警局 他向警方表示他和詹姆斯斷斷續續在一起已經有9年 詹姆斯有很強的控制欲 他自己就好像被詹姆斯囚禁的人質一樣 詹姆斯不允許克里斯丁使用汽車、電腦以及手機 也不讓他離開家裡 甚至連見自己的家人都不可以 克里斯丁在網絡上看到艾普爾的媽媽 傷心欲絕的模樣 於是就決定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 女朋友克里斯丁向警方表示 在案發後第二天的凌晨時看到 詹姆斯用毛巾以及洗手液 去清洗他電單車的頭盔 以及一對他經常穿著的黑白配色運動鞋 而在幾天之後 這一對運動鞋連同鞋盒都無緣無故地消失 而這一對黑白配色的運動鞋 正好就是詹姆斯案發當日 他去他哥哥家所穿著的那一對 案發的幾天之後 女朋友克里斯丁在詹姆斯的一件外套口袋裡 發現到一小撮的頭髮以及雜草 由頭髮的顏色以及長度來看 很明顯不是屬於詹姆斯的 後來那件外套以及裡面的頭髮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而克里斯丁也表示 這件外套就是詹姆斯在案發當日所穿著的 根據克里斯丁提供的線索 警方才發現到詹姆斯向警方提供的那一對白色運動鞋 根本就不是他當日出門所穿著的那一對 於是警方再次對詹姆斯的家裡進行了搜查 依舊都沒有找到這一對黑白配色的運動鞋 後來警方購買了一對 詹姆斯在案發當日所穿的同款運動鞋 通過鞋印對比 這一對運動鞋的鞋印 和艾普爾面上頸上的鞋印完全相同 再加上監控錄像拍攝到的電單車 跟詹姆斯所駕的電單車 無論輪胎的尺寸、擋泥板的顏色 以及一些車身的破損程度 顯示出來都是完全一樣 根據這些資料 警方正式指控詹姆斯 犯有一級謀害罪名以及綁架罪名 時間到了2016年1月20日 詹姆斯在馬克武院受審判 檢方認為應該是艾普爾拒絕詹姆斯的踏散 兩個人於是在小道上發生了爭執 而詹姆斯當時已經想下手 但礙於小道上有其他路人 所以暫時忍耐了一下 而當艾普爾以為危機已經化解 就發了一條短訊給男朋友 然後急步往家的方向走去 但具有強烈控制獄的詹姆斯 竟然一直肖肖地跟在艾普爾的身後 等到四圍都沒有人 他就用頭盔猛烈攻擊艾普爾 然後將艾普爾拖到叢林裡 嘗試去侵犯但沒有成功 最後就用力踩著艾普爾的頸部 令到他窒息而離開 整個過程持續大約十多分鐘 檢方認為詹姆斯的作案是隨機的 所以當日在小道上的任何一位年輕女性 都很有可能會成為她的目標 而檢方又發現到在案發之前 詹姆斯就已經在網絡上搜羅了大量 如何獲得女性關注的話題 例如如何讓一個女性需要你 如何令一個女孩子留意你 女孩子心底裡真正的需要等等字眼 而詹姆斯的律師就認為 並沒有任何DNA以及指紋的證據 去表明詹姆斯確實有犯罪 也沒有任何一個目擊者 直接看到詹姆斯犯罪 所以詹姆斯和艾普爾被謀害毫無關係 但這說法很明顯未能說服陪審團 時間到了2016年3月30日 事件經過多天的審判 在並沒有DNA、指紋、頭髮、纖維 等等的直接證據情況下 陪審團經過7小時的審議 判定詹姆斯一級謀害罪名成立 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而在之後的幾年 詹姆斯多次上訴請求都被法院駁回 在艾普爾去世大約一年之後 即是2015年7月 她的家人在社區以及私營企業的幫助下 在艾普爾遇害的小道入口附近 建立了一個紀念花園 花園裡放上了艾普爾的照片 還有她的愛犬佩尼的雕像 而艾普爾的媽媽也時常帶著愛犬佩尼 去到這一個花園裡 背面回憶一下女兒小時候天真的模樣 懷念過一些和女兒曾經相處的日子 以此來尋求一絲的遺跡 今天艾普爾的事件來到這裡結束 大家對這件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下你們的意見 如果喜歡這條片記得給個讚好 以及在下面留言打上一個表情符號以作支持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 我是頭盔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今天條片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給個讚好 以及可以在下面留言說句鼓勵的話 因為你們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到我們這條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人看得到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拍片的最大動力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一條片要再見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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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